火影忍者虽然已经完结多年 但在全球范围内仍旧很有人情 官方也依然会举办粉丝活动 前不久火影官方举办了 我最想使用的忍数投票活动 官方提供了10个忍数给粉丝投票 近日排名结果出炉 大部分排名都很合理 唯有第三名出乎意料 下面就来看看这些忍数的排名吧 第十名 影子模仿数得票数22560 这是奈良一族的秘书 录完的招牌忍数 施术者通过操纵自己的影子与敌方连接 不仅能限制对方的行动 还能使对方做出和自己相同的动作 尽管自己的影子可以变形活动 但操纵的长度仍然有所限制 而且查克拉消耗很大 无法在战斗中连续使用 在拥有九尾查克拉的情况下 能大幅提升施术范围与维持时间 此数缺少杀伤力 在拥有队友配合的情况下 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影子模仿数排名倒数第一在意料之内 此数不仅缺少杀伤力 而且在现实中也不够实用 能想到的用法就是控制目标 做出奇怪的举动让他社会性死亡 但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施术者本人一同射死 至于想靠这个忍术赢个老婆回家 那得拥有鹿丸那样的顶尖头脑才能做到 第九名 八卦六十四掌则票数二六零四八 月相一族的秘书 用柔拳法攻击目标身上的六十四个学位 以封印对手的查克拉放出 属于点穴类的攻击招式 一般人无法看穿人类身体的查克拉学位 因此必须搭配白眼才能使用 八卦六十四掌票数不高也能理解 此数的杀伤力虽然比影子模仿数要高 但招式不够华丽 而且此数在现实中也没有什么实用性 除了打架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作用 如果选择八卦六十四掌的时候 能附送白眼的透视能力 那他的票数应该能够大幅提升 甚至有望争夺前三 第八名 神罗天真得票数三七六九三 神罗天真是轮回眼的能力之一 轮回眼持有者以自己为中心 将周围的一切物体 忍数全部弹开并对其造成伤害 缺点是有五秒钟冷却时间 而且遇到无法弹抖的东西时 自己会被弹开 如果将佩恩六道的查克拉集中 在天道佩恩身上时 能大幅提升神罗天真的范围与威力 转瞬间就可以将整个木叶移为平地 神罗天真更偏向于防御 能大幅提升失数者的生存能力 遇到车祸之类的意外时 能用此数将车辆弹开 日本是个经常地震的岛国 掌握神罗天真的失数者 更容易从地震中生还 在现实中非常实用 至于超神罗天真就不怎么实用了 此数破坏力太强缺少使用的机会 而且还会消耗失数者的寿命 大概没几个人会在现实中使用 第七名 八门盾甲之阵得票数4772 八门盾甲之阵 是失数者开启八门盾甲死门后的状态 失数者仅有麦特凯与麦特戴 开启后会让失数者血液蒸发 并在身体周围形成血红色的蒸气 瞬间释放失数者体内的所有查克拉 并大并提升查克拉流动的速度 从而获得极大的力量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会达到超出常人想象的水准 凯在施展叶凯的力量强大到 足以让空间产生免区 八门盾甲之阵的副作用极大 使用后失数者的身体会急速衰竭直至死亡 八门盾甲之阵的排名也在意料之内 此数拥有极强的杀伤力 以及超强的表现力 麦特凯凭借此数差点就让火影提前大结局 但副作用实在太大 毕生只能够使用一次 就算学会了也不敢随意使用 如果能将八门盾甲之阵改为八门盾甲 排名应该还能提升 第六名 惠图转生得票数591 惠图转生是第二代火影牵手飞尖发明的S级人数 此数能复活并操作死者 失数者需要搜集大量死者的尸体 然后提取死者一定量的肉体 再用活人作为承载死者灵魂的容器 将死者的灵魂从黄泉换回并附身在容器上 再用尘土将活人的祭品的身体换化成死者生前的灵魂 如果失数者可以决定是否保留惠图转生者的意识 想抹杀死者的意识 只需将刻有福转的苦物埋入死者的后脑 惠图转生既强大又实用 都靠着惠图转生成为了第四次人界大战的主角之一 为忍者联军带来了很大麻烦 现实中虽然不存在实力那么强的个体 但也能通过此数制造出一只忠于自己的不祥 投票数不高大概与苛刻的失数条件有关 仅仅是需要收集死者的肉体这一条件就难倒了大部分普通人 而且以活人作为祭品实在是过于残忍 现实终究不是动漫 不能将活生生的人当作祭品 第五名 千鸟得票数56902 千鸟是由奇目卡卡戏开发的雷顿人数 同时具有查克拉性质变化和形态变化 失数者将雷顿查克拉形成的高强度电流集中在手上 以高速突刺刺穿目标的身体 失数时的电流声非常刺耳 仿佛是上千只鸟在同时鸣叫 因此得名千鸟 此数缺点是攻击时奔向对手的速度太快 失数者的观察力跟不上自己的移动速度 无法看清敌人的动作 卡卡戏在获得血轮眼之后才真正完成了这个人数 使其发挥了最大作用 尽管在现实中不够实用 但千鸟拥有极强的杀伤力以及华力的特效 单凭这一点就能吸引不少人选择千鸟 而且千鸟是与之波所住的招牌人数 它围绕千鸟开发了很多衍生人数 因此千鸟在粉丝中拥有很高人气 获得第五名非常合理 第四名 螺旋丸得票数56905 螺旋丸是四代火影波风水门 从伪兽狱中获得灵感后开发出的人数 是将查克拉凝聚在手上后 让查克拉以不规则的方向不断流动并进行压缩 使其形成高速旋转的查克拉球 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后来自来也将此数传授给漩涡名人 它将螺旋丸的形态变化与性质变化都发挥到了极致 螺旋丸与千鸟类似 在现实中不够实用 但拥有极强的杀伤力与伐力的特效 尤其是名人开发的各种丸子 伐力程度比原版更上一层楼 作为名人的招牌人数之一 螺旋丸在粉丝中也拥有很高人气 螺旋丸与千鸟的票数都差不多 螺旋丸仅仅比千鸟高了三票 这两个人数几乎可以算作并列第四 第三名无限阅读的票数73638 轮回血轮眼持有者才能使用无限阅读 施术者将轮回血轮眼的同力映射在月亮之上 让全世界所有人陷入幻术中 神术的枝条会将所有人包裹成木乃伊 吸收他们的查克拉并孕育出新的果实 如果不能及时解开此数 那么被包裹的人就会变成白卷 从而导致世界终结 陷入无限阅读中的人会进入梦境 自己的愿望会在梦境中实现 无限阅读只对除施术者以外活着的生物才有效果 无法让通过绘图转生复活的人进入梦乡 无限阅读排名第三让人有些费解 无限阅读并不会给施术者带来什么好处 只会让其他所有人一同陷入梦境中 只留施术者一人独自清醒地活在世界 投票选择无限阅读大概只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与语之波般一样拥有实现世界和平的伟大梦想 另一种人则是对世界感到失望 想让世界走向终结 否则实在是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人愿意去过那么孤独的生活 第二名神威得票数120106 神威是与之波带土的铜术 施术者需要拥有带土的万花筒血轮眼才能施展此数 神威能让任意物体在现实空间和异空间之间转移 是非常高级的时空间忍术 左眼的神威可以在远距离将敌人或者敌人的部分肢体强行扭断送入异空间 也可以传送自己进出异空间 施术者通过控制查克拉量来决定传送物体的大小 右眼神威既可以让自身从现实空间和异空间之间来回转移 通过虚化的方式躲避敌人的攻击 也可以将敌人吸入异空间 还能将忍距提前存储到异空间中并在需要使用时释放出来 缺点是吸收 释放或攻击对手时身体会尸体化 无法用虚化躲避敌人的攻击 而且虚化能力使用时只能持续5分钟左右 神威在火影中表现亮面 不论是杀伤力还是表现力都非常出色 结局时卡卡西还用神威手里剑将尾兽化灰液击的手臂全部摧毁 神威在现实力也同样好用 虚化能力可以让施数者不被任何物体伤到 哪怕是爆炸与地震都无法伤害到虚化的施数者 而且神威自带一空间 相当于获得了一个随时可以移动的巨大储藏室 施数者可以利用这个能力开设物流公司 如果施数者想要放弃良知 神威还能让它变成神偷 不仅能提高偷窃的效率还不会留下任何线索 神威在各个方面都没有短板 排名第二非常合理 第一名影分身之数得票数195438 影分身得票数占据总投票的30% 票数比第二名多了一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影分身之数由二代火影牵手飞尖开发 是名人的招牌忍术 能用查克拉制造出有实体的分身 分身与本体平均分配查克拉 拥有独立于本体的意识以及一定的抗击打文明 解除后分身的记忆和经验会回到本体 名人曾用此数缩短自己掌握风属性查克拉 以及开发新忍术的时间 副作用则是会让自己加倍疲劳 影分身之数获得第一毫无悬念 此数不仅在火影中出场率极高 在现实中几乎比任何人数都更加实用 学生时代可以分出一百个分身一起学习 将试数者的学习效率提升百倍 无论是想考清华还是北大全游试数者自己决定 工作后能靠分身让自己的工资提高百倍 自己当老板的话能通过雇佣分身的方式节约人力成本 以达到一本万利的效果 哪怕是玩乐都比一般人更强 能同时玩上百个游戏或是同时追溯百步动漫和电视剧 不过 这种卷王模式会给试数者带来很大负担 如果试数者没什么大志向一心想要躺平 那只需让三两个分身出门工作 就能让本体过上较为安逸的生活 不得不说影分身之数是实至名归的冠军 在这种投票中能胜过影分身的人数大概只有一个 那就是名人将影分身与变化数结合后发明的自创人数 相信绝大部分的活影粉丝都曾幻想过自己能掌握人数 如果让你们选择的话 你们会选哪一种人数呢